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 我們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做父母的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因為它很重要 所以我們把它寫下來 這是個事實 子女從哪裡來 其實是父母把它生下來 我們常常講這四個字 叫做父金母血 子女在媽媽的子宮裡面 她利用父金母血 然後來製造她自己 把自己創造出來 所以子女是父母所生 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下面這句話很重要 不畏父母所有 他不是父母所有 我們沒有所有權 沒有 所以很多人說 這小孩是我的 為什麼是你的 她怎麼是你的呢 她是國家的 哪一天國家這樣做什麼 她乖乖地聽話呢 她不一定要聽父母的話 她會不從國家的法律不可 再說 子女也不一定是國家的 子女是誰的 是老天爺的 老天爺叫她走 她去走了 她最聽老天爺的話 老天爺要她活六十歲 她就乖乖活六十歲 老天爺只要活十五歲 她十五歲就走了 因為父母一點辦法 我們沒有所有權 很多裡有這個所有權的觀念 這是不對的 我們只有一種權 叫做教養權 孩子是上天的 上天把這個孩子 托付給這一對父母 就是要你們好好把它教養成人 至於要什麼教養 每個家庭不一樣 我不相信兩個家庭會完全一樣 你看夫婦為什麼會吵架 就是來自兩個不同的家庭 看法不一樣 態度不一樣 你就沒辦法 可見教養的方法 是不可能統一的 我倒請問各位 為什麼不能統一 如果我們用 模式 用統一的方式 來教養小孩 結果怎麼樣 結果教出整個社會的人都一樣的話 這個社會是要毀滅的 社會要多元 人類的生活要多彩多姿 所以我們需要各色各樣的人 不可以每個人都一樣 你看如果每一個人都喜歡紅花 就慘了 所有花都不見了 只剩下紅花 我們就是有人喜歡紅的 有人喜歡綠的 有人喜歡藍的 有人喜歡藍的 才會有各種顏色的存在 你看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喜歡吃 山東滷菜 那川菜就不見了 那粵菜就不見了 那麼糟糕 我們就是每個人胃口不一樣 你喜歡吃滷菜 我就喜歡吃海鲜 他又喜歡吃烤羊腿 這個社會才會熱鬧 老天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 你的兒女 不要同別人比 不但無法比 而且不需要比 有什麼好比的 這樣就對了 我們常常很喜歡比 為什麼人家都知道你做不到 那人家是人家 你是你 你為什麼要跟他比 我們中國人主張人是要比的 不是不比 跟自己比 不要跟別人比 你跟自己比 你一天比一天有進步就夠了 你幹嘛老跟人家比跟他 你跟他無法比 你怎麼比 你看一個人生出來 身高體重都不一樣 你怎麼比 我問你你怎麼比 我們現在就強求他要跟別人一樣 這個是做父母 使自己很難過的一個原因 我們現在教育就是違反天心 照理說連教科書都應該 男的有男的教科書 女的有女的教科書才對 我們現在要求男的跟女的 一樣的話 最後就是男不男女不靈 現在人越來越男不男女不靈 對不對 好過去說先生 我什麼先生 不是女士的 不是女士的 好女士女士 我看到女兒子來找你 我女兒呢 我兒子 你去看吧 發作 發作 現在根本那個性別的混淆 我不曉得這在幹什麼 就是我們搞成男不男女不靈 這個人類自己造的麻煩 我們一定要記住 父母 一定要把它教養 男的就是男的 女的就是女的 不同就是不同 我們其實你說要把它完全變成男的也很難 要把它變成女的也很難 因為我們男性的體內它就有一些女性荷爾蒙 而女性體內它就有一些男性荷爾蒙 如果男的完全是男的 女的完全是女的 那人類就分裂了 就變成兩種人類了 一種叫男性人類 一種女性人類 那也很慘 它自然會交叉 你放心 你看女兒多半像爸爸 兒子多半像媽媽 這老天這樣安排交叉 就是不會把男女分裂開 但是我們既然是男的 就盡量把它叫成有男性氣概 女的把它叫成有女性的修養 你看現在很多女的完全像男的 第一個找不到男朋友 除非找到同性戀 男性 喜歡的女性是比較溫柔的 不是很敢強的 一陣子很流行李強人 那一陣子就沒有人敢講李強人 你不要害自己 女的就要像女的 男的就應該像男的 再說一遍 這是性別的差異 不是性別的啟示 我們沒有啟示 我們也很看得起男的 也可以看得起女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呢 我們要把它培養成一個很獨特的人 但是男的是男的獨特的人 女的是女的獨特的人 這樣就沒有違反天理 沒有 小孩子 他出生以後 他的資質跟別人不一樣 他的身高級重也跟別人不一樣 他的興趣還是跟別人不一樣 你幹嘛要勉強他 我們現在不是 做媽媽的非常熱心 人家都學甘情 為什麼你不學 不學怎麼樣嗎 不學又怎麼樣嘛 那麼多東西拿學得完 我是學工的 我學教育也學工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系叫做工業教育 我那個車船始終就搞不好 每次搞車船的時候 人家都很順當 我的車船一定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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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所以一上車船課 老師一定站在我旁邊 他又在我旁邊 我又慌張又滴滴滴滴滴 因為我那個機械操作能力很差 所以我後來才轉管理 要不然我學工就學工 幹嘛轉管理 結果我那個學不好 學不好 我有我的學不好的地方 每個人有每個人學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沒有必要要求他每一刻都計格 其實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沒有必要 有的人他一輩子就是不搞數學 他早晚過了很好的日子 有的人一生不畫畫 為什麼不可以 幹嘛每個人都畫畫 我們不是 人家怎麼樣 你一定要怎麼樣 那你就把它當人家看待 每一個小孩 每一個小孩都是獨一無二 都是不能取代 都是不必跟別人相同 要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這是事實 每個人裡面的潛能是不一樣 有人很會說話 有人就不喜歡說話 有人很會做事情 有人就很會偷懶 有人很會做表面 有人就很實在 那我問你 這是習慣還是性格 孔子講的很清楚 如果是性格 他就很不容易改 如果是習慣 他就很容易改 我們所能改的是習慣 不是性格 父母在了不起 父母在了不起 不可能改變你的旨意 不可能 老師在了不起 改變不了你的學生 有很多老師有這個錯誤的概念 我教了多少人 我改變他們錯了 聽清楚 學生自己在改變 不是老師在改變他 除非學生自己改變 否則老師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除非你的子女自己在改變 否則你拿你的子女 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才是真理 想辦法讓你的子女自己改變 而不是去改變他 你改變不了他 誰改變得了你 我們有太多錯誤的觀念 然後一直傳聲下來認為那是對的 人家說 老師啊 你了不起啊 你把我改變了 那是奉承你給你面子的 不要相信這種話 你看你教一百個學生 只有兩個變 其他都不變 但是那兩個要變啊 不是你改變他 搞清楚一點 你憑什麼去改變他 你憑什麼去改變他 你憑什麼去改變他的潛力 只能啟發他 不能夠灌輸他 不能夠把東西移植進去 你不聽我都不可以 不可以 他不聽就是不聽 我們一方面順應自然 二方面要提供他 因為小孩不瞭解自己 小孩子真的不瞭解自己 我在讀高中的時候 我的老師都跟我講 你一定要去考外交系 要考法律系 因為我作文比賽 永遠是冠軍 我演講比賽永遠是冠軍 所以我老師講 你這個口才很好啊 你這個作文很好啊 去考外交系 去考法律系 考政治系 我回去很天真 結果跟我爸爸講 爸爸 老師都說我要去考外交系 考經濟系 我爸爸只跟我講一句話 你要考經濟系可以啊 報名費你自己去出 我不給你出 我們那個時候連報名費都沒有 哪裡還有報名費 因為中國社會它沒有打工的習慣 也沒有打工的機會 你想這樣一毛錢 門都沒有 不向西發 希望你不給我 我自己去賺 我不想你的錢 我要考內心去考內心 從此之外 我爸爸講不行 就是不行 但是我 後來深深感覺到 真的是知子 沒落父 我爸爸這樣決定是正確的 一個人走上那種戲 你就深不由主 你就很難憑良心講話 很難 我爸爸規定我們家 全家人只能幹一行 其他行業你都不要管 哪一行 教書 我們全家人都教書 兒子教書 女兒教書 女婿教書 媳婦教書 我們現在都很懷念 當初做的決定 很好 所以有時候你說 父親霸道一點 專資一點 他有好處 不是只有壞處 小孩怎麼會想 我女小孩 你會想 現在一個派遣就是 要讓小孩自由發展 哪怕天天玩泥巴最高興的 天天打盪豬最高興 所以天才也沒有用 對不對 你看那個小孩子 你拿一穿鞋子給他 他就是左腳穿到右鞋上 右鞋子穿到左腳上 很奇怪 如果每一個小孩 一生下來就知道 左右什麼度真正 那你根本不要教養了 他偏生下來就什麼都不懂 他不懂他經常跟你搞錯 這才沒有 現在人說 一切都是父母的錯 子裡沒有錯 我會不太相信你的話 我比較相信 小孩子是天生的破壞者 你看泥膠一個小時沒有去關他 他跟你考慮一套 我還沒有看到說 父母不照顧他 小孩把家裡整理得真正七七 那是妖怪啊 那是人啊 小孩子會在沙發上 動動動動你破了 他是天生的破壞者 他那個牆壁給你畫得一套不同 他枕頭給你丟著丟去 丟到棉花都出來 這才是事實 那如果每個小孩都是可愛的 每個小孩都是自己會長大的 那你不要當父母 他自己就好了 老實講 五分鐘沒有看到他 天翻地覆 我講的是不是事實 各位最清楚 他就是需要人家照顧 需要人家管教 他才會長大成人 那沒辦法 其實動物很多也是這樣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 牛很聽話 其實野牛才不聽話 我們經過多少代的 把牛訓成現在的牛 那是經過一番的努力 馬聽話才怪 訓了好久才聽話 偶爾野心一發出來 照樣把人甩下來 一切 多多少少都有點叛逆性 你才需要去教導他 要不然就不需要教育 一切生下來都是很完美的話 世界上就沒有教育這回事 沒有 我們也要了解 父母對子女來講 也是不可取代的 你看這是兩面嘛對不對 子女對父母來講 他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我們兩個交換子女 誰也不敢 誰也不要 我的兒子再笨也是我的兒子 我幹嘛給你換 你換得了人換不了心嘛 你看為什麼那個小孩從小給人家 總有一天他會回來認親生父母 什麼道理 很簡單嗎 就是有一天他上課 就聽說 這個父母啊 跟子女 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那他回去就照鏡子 一看又不像 我跟媽媽不像 跟爸爸不像 他就開始想 我是抱來的吧 然後他就問媽媽 媽媽我是你生的嗎 你看他自然就會問這些問題 你不告訴他他會自己有一種覺悟嗎 這是天性 我們為什麼講母子年心 就是母親想什麼 兒子會有感覺 兒子想什麼母親會有感覺 尤其是長輩過世的時候 那更是有感應 我內人的父親 就是我的樂章 在台灣去世的時候 我內人的大哥在美國 眼睛出血 他覺得奇怪 我眼睛怎麼出血 那時候他正在開會 眼睛出血 打電話回來 家裡發生什麼事 父親過世 因為他心連心嘛 他磁場感應 這種案例全世界都有 不是只有中國有 只不過中國很重視這個而已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了解 父母對子女是不可取代的 子女對父母也是不可取代的 是怎麼樣你都要接受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叫做女兒不嫌媽媽醜 女兒不可以嫌媽媽醜 媽媽 你怎麼這麼醜 所以我也生成這麼醜 你看人家隔壁那個小燕多漂亮 就是因為人家媽媽漂亮 這種話聽了你有什麼感想 我問你 你有什麼感想 兒子不怪爸爸沒有出息 女兒不怪媽媽長得醜 我們還有一句話更妙 好 這個俯禄是中國人最想要的東西 一個有福氣 一個有錢 這誰都喜歡 但是呢 他是生在醜人的身邊 不是生在長得美的身邊 長得漂亮的人 一輩子很鮮渴 沒有福也沒有路 很多人他不了解這個 然後想自己長得美 動不動就是俊男美女 我最討厭這四個字 什麼俊男美女 那個每次見事說 我們歡迎俊男美女 我一看沒有一個像這樣 俊男美女 這種話濫用到結果 沒有一個是長得好的 醜人多俘虜 多俘虜 這樣你去看你才知道 你看官做的越大人 太太越醜 越有錢的太太又醜 他就是靠他太太醜 他才有錢 而不是靠他會賺錢 不是 女兒長得漂亮 父母親 父母非常吵心 第一個他不可能好好讀書 第二個他可能十幾歲就被人家拐跑了 我們要小心 一個人最好是尤其是女性 小的時候長得很醜 長得很醜他就要專心讀書 因為他沒有人約會他 也沒有人招惱他 然後越大又漂亮 等他快結婚的時候長得很美 然後又開始醜起來 你慢慢看 為什麼女帶要十八遍 他有道理 他不是沒有道理 一個人老一個樣其實 看久了就膩了 我覺得我們這些話都是很通俗的話 但是大家平常呢 沒有去 好好去理會他 我建議各位 一句話能夠流傳幾千年 他一定有他很深奧的道理 你不要隨便去理解他 小的時候表現得好的人 長大的多半不成才 所以千萬不要說你的小孩聰明 千萬不要 啊我的小孩很聰明 就是告訴人家長大完蛋了 小時了了大未必假 小孩看起來沒有怎麼樣 長大多半可能又怎麼樣 因為沒有人會惹他 沒有人會捧他 他就很實在 一個小孩子到處人家 看他說聰明啊什麼 這個人不會成才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說 要常常鼓勵你的小孩 其實我也不太贊成 我從小我爸爸沒有讚美過我一次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就不需要人家讚美 我要什麼讚美 一個人活在讚美身中 這個人是很慘的 你就完全沒有興趣的 我們人要活在自己興趣當中 而不是站在人家讚美當中 所以我們今天講親子關係 我們開始要慢慢深入到動機方面 出發點很重要 你真正愛你的小孩 你不會去捧他 不會 一捧他就驕傲了 他就不踏實了 他就生活在這個讚美的身中 他將來有挫折感 他搞不好就自殺了 我們從小沒有這種環境 我們不需求這樣 我不活在掌聲中 掌聲對我沒有什麼關係 有也好沒有也好 我不會受他影響 你看很多人講課 老喜歡請給我一個掌聲 老說大家鼓掌鼓掌 我講得又好 那是自己著見自己 那不是好事情 人家不鼓掌你就麻麻糊糊了嗎 有這種人嗎 我們很多方式表達出來 其實都是對自己很不利的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你有什麼 他不懂這個道理 你愛怎麼講是你的事 人家要不鼓掌是人家的事 這是兩碼事 不要扯在一起 我們現在都不對的 你看要兒子謝謝媽媽 他為什麼要謝謝媽媽 謝了就沒事了 謝了所有人情都完掉了 以後媽媽沒有我的事了 那怎麼可以謝 大恩是不言謝的 大恩要謹記在心 一輩子不會忘記 那才叫恩 謝謝就是人情 你送給我一個秉關 謝謝 你必夠笑 誰也記不得了 我們現在不是都在鼓勵 媽媽給你東西吃 謝謝媽媽 謝了 謝了什麼都沒有 我從小也沒有謝過我媽媽 我媽媽也從來沒有跟我講 我愛你 我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話 我們不生活在那種很形式的 很膚淺的那種氛圍裡面 我們都是生存在心靈的溝通上面 你看我每次回家我一定先去看我媽媽 好不好 我不會問媽媽你好不好 媽媽覺得很奇怪 你有眼睛不會看 我覺得腫起來你還問好不好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走形式 有口無心 親人關懷不是掛在嘴巴上 媽媽你腳怎麼好像有點腫 媽媽還說沒有沒有 來來我替你揉一揉 有沒有看醫生 這算是一家人 媽媽你好不好 媽媽說我腳痛 你腳痛 那今天中午吃什麼菜 你這種兒子誰要你 但我們現在都是這樣 那是敷衍 那是客套 那不是真心的 一家人要真心 親子要關懷 不要搞形式 不要把他當朋友看 謝謝 謝謝